大力哥 你把情供转出去的 爱情姐会不会发现了 你是不是觉得爱情挺厉害的 多厉害吗 你都那么怕她 她还真以为 我让她在家里待孕呢 其实我是想让她离开公司 这样我就能拿到 公司的掌控权 爸 爸 对不起 你都变得这么严重了 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爸 对不起 医生 我爸的病情到底怎么样了 白细胞已经扩散 那她还能活多久 如果病人积极配合 接受治疗三到五年 甚至更久 都是有可能的 大夫 我想问一下 治疗费用大概多少钱 如果真的按三到五年算的话 一两百万是到的 一两百万 治 大夫 不管多少钱 我们都治 不哭了 爸爸 老婆 老婆 你钱收到了吗 收到了 十万太少了 今天医生跟我说 邻国有一种治疗仪器 效果很好 要五十万 我想给我爸试试 老婆呀 这十万块钱 是目前公司能动用的 所有现金 也都怪你老公没这个能力 没让公司赚到钱 要不然不会这么为难的 李大利 当初你没钱想创业 我爸妈可是把大半辈子的积蓄都拿出来了 现在我爸生病了 我无论如何 我无论如何一定要治好它 实在不行 就把房子卖了 老婆 这房子先不着急卖啊 你让我想想办法好吗 你先别着急 对了 老婆 那天 你跟我提到的那个狐狸精 你是不是听别人说什么了 这件事情回头再说吧 他怎么说啊 他说钱的事情他来想办法 这还差不多 我警告你啊 你别因为这事就原谅他了啊 原谅 我真的做不到 不过我能做的 也就只有和平分手了 感情的事我不能插手 但是爱爸的病一定得治 钱的事情你算我一份 盈盈 来 这里是二十万 你先拿着 剩下的钱我们再想办法吧 不用了 拿着 你放心吧 爱爸的病一定会好 请 喂 老婆 咱们公司纳税的情况 一直符合规定吗 当然啊 你怎么婚上闻这个啊 我最近想到 国家最近不是有反税政策吗 我觉得 我们可以多少要回来一点 反税这个事其实我也想过 但是得等好几个月 咱爸等不起啊 也对 但也是一笔数目不小的钱 多少可以要回来一些 行 我还是得提醒你 别的事情你钻点空子也就算了 这可是纳税 如果钻空子 后果会很严重的 老婆你放心 我心里有数 大力哥 你该不会真的要把反睡的钱给他吧 反睡的钱我也想要 但是我也得能拿到手啊 你不会真的是 他最近在医院找我他爸呢 要不要回去试试我那张大床啊 爸 我回家拿点衣服 王盈等一下就过来 大力哥 你把情供转出去 爱情姐会不会发现了 你是不是觉得爱情挺厉害的 不厉害吗 你都那么怕他 他还真以为我让他在家里待运呢 其实我是想让他离开公司 这样我就能拿到公司的掌控权 你也太聪明了吧 那掌控权拿到了吗 当然啊 现在所有的股份都归我所有啊 哇 大力哥 我好崇拜你啊 现在就剩下这套房子了 他为了救他爸 没准能把这房子给卖了 那怎么办啊 我倒想了一个办法 什么呀 把公司做空 然后背点债 钱呢我转走 离婚的时候把车转房一卖 卖的钱来抵债 这样的话 卖房的钱他也拿不着 哥 你要让他晋身出户呀 公司是我一手做起来的 我忍了他这么多年了 他不得给我点晋身补偿 治疗费用大概多少钱 一两百万十万 不管多少钱 我们都挣 这十万块钱 是目前公司能动用的所有限制 你好坏呀 我爱的还在后头 是个畜生 他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啊 我现在想想我为他做的这一切 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笑话 爱情 这不是你的错 我怎么就不能听我犯的话 我怎么就不能听我犯的话 我好不悔 阿姨 没事 没事 我 我 没事 没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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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动员家属 我 我 病人病情加重 赶紧上去看看吧 爸 爸 爸 医生 我爸到底怎么样了 别人的情况不能再拖了 建议你们尽快手术 好 好 现在就手术 那我们去准备 你们去办理手续 好 爸 爸 我一定要治好你 云云 我要拿归属于我的隐气 我要让他们为自己的欣慰 不住代价 我 妈 我 我也 不 我不 买 你 这 买